第八百二十三集 少主不必多虑 斩锋却似是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轻笑着摇摇头道 斩锋对于名利从未放在过心上 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主 至于这北京信仰 打从一开始就是要赠予少主的 少主要面对的敌人太过强大 我们当然要尽全力帮助你 因为少主就是我们的希望 只有你强大才能带领我们走得更远 而我即便能恢复实力 至多也就是个大君王 无法再更进一步 何况如今还被困在这北京中 寸步难行生死难料 先前我没有立刻公开 只是为防少主拥有太强大的势力之后 反倒阻碍了你的进取之心 如今你有了这么强大的实力 足以驾驭这个北京 我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他目光清明 直视傲锋 没有分毫的躲闪和留恋 说的绝对是真心话 奥峰不由暗暗地感慨 他对秦飞宇这个主人的执着和洒脱的气度 只觉得肩上的责任似乎又重一些 暗自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都要为斩锋解开封印 这个人 理应与他的本体银林大鹏一样 在九万里苍穹之上翱翔 而不该被困在这个地方 目光一灵 他郑重地承诺道 斩锋面下 既然如此 奥峰也不多矫情了 我以换神之名起誓 不管日后有什么困难 也绝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而有朝一日 若真的能达到那个目标 我一定会完成秦飞宇大人的心愿 带着我族和他的愿望回到故乡 斩锋微笑着点点头 对奥峰的真诚态度 感到一阵欣慰 得到巨大的势力之后 首先考虑的不是好处 而是肩负的任务 始终牢记着大意 他觉得 奥峰果然像他曾经的主人 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二人画到这里 那边的五色 也在初时的惊讶之后 皱着眉头 看着奥峰沉沉地开口了 换神少主 原来你竟是那传说中上古幻师的传人 作为大君王级魔兽 五色对于当年的远古大战也有几分了解 上古幻师最后虽然不幸落败 但好歹曾正面挑战过那个天 传闻其族中强者 无数高手如云 那些人不但修炼速度奇快 还有着越阶挑战的强大实力 就连这个世界 号称同阶无敌的职业幻师 也无法做到 所以即使战败 他们仍旧变成了传说中的 智强种族 以前的光芒大陆和诸神大陆 在神的统治之下 上古幻师一族是个忌讳 北境之中却没有这么多的规矩 多多少少能听到一些事迹 最让人关注的和事必 其实也是上古幻师的遗物 上古幻师 原来上古幻师真的存在啊 啊 到如今 上古幻师还有继承者 哦 那个继承者 就是红衣少主吹云 不 是秦奥峰面下 而展峰大人 是上古幻师的幸存者 所以才会是秦奥峰面下 为少主吧 再次交头接耳一番 这回众人倒是觉得不难接受了 奥峰的修炼速度 有目共睹 二十五岁 便达到了大领主的境界 拥有近乎 无限契约魔兽的能力 又是十二星神火炼气师 还拥有传说中的 最强君王气 如果说 没有些特殊的际遇和助力 肯定不可能 如今突然抖出 这么一条消息 反倒让这一切 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上古幻师 那个神秘种族的传人 强大到人神共愤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一直以来的经历 都太过轰轰烈烈 令人震惊不已 再多一个 幻神少主的头衔 似乎也没什么 幻神的继承者 斩风的少主 这样两个身份 让傲风的形象 变得更加威严 不可侵犯起来 连满脑子想着 如何去洪风岭 提亲的单身男性们 也不敢再紧紧 用看美女的目光 看他了 当一个人 上升到某种高度以后 正常人连想象一下 都会觉得呼吸困难 正如斩风 虽也是俊美儒雅 风度翩翩 却从来没有任何 女性强者 会去遐想他一样 目光再度投向傲风 人们的眼神 变得更为炙热 犹如在看一个神明 热气 疯狂 崇敬 呼号声 越发地变大起来 前傲风大人万岁 前傲风大人 才是我们北京的霸主 万神少主 威武 有齐奥风大人在 我们绝对不会输给 断魂海的杂算们 大陆五大军团的士气 在这一刻 到达了一个顶点 排山倒海而来的音波 差点震得断魂海域的魔兽们 双耳失聪 得知奥风 乃是传说中的 幻神继承者 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 天智的信赖 连断魂海的大军 都在幻神二字的威慑下 有些萎靡不振了 气氛正直热烈 前方却忽有一道冷哼声 打断了众人的欢呼 换神少主 换神少主又怎样了 这声音 犹如一盆冷水 刚头浇下 其中蕴含了声波傲义 震得人头脑发晕 耳膜生疼 十五大联军的声音 不得不停顿下来 转眼望去 就看见方才 沉着脸的五色 满脸不屑的神情 只听他 又接下去道 沾上幻神二字 就很了不起吗 就算你们是 上古幻师的传人 如今也只是个 没落的种族罢了 当年上古幻师 一族之内的高手 几乎都死在了 那场远古战役中 留下来的 都是些小鱼小虾 不成气候 而现在斩锋你 居然奉一个 二十几岁的小丫头 为少主 还只是个大领主 笑死人了 不知道你那位 敢与天骑的主人 看到会不会 气得再死一次 斩锋阴谋一转 冷冷眯起了眼 神色微变 他为人淡然 并不介意 旁人的眼光 五色怎样说他 他都未必会动怒 但侮辱他的主人 却是万万不可的 不过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旁边的傲风 就没得踏前一步 绝美的脸上 带起了冷傲的笑意 也淡淡哼了一声 五色面下 我族之事 不劳驾你来费心 上古幻师 有没有没落 是我族的秘密 不是你这个外人 能够窥探得了的 至于我那位仙辈 我倒是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他非但不会气死 还会很高兴 因为我其傲风 不止敢与天骑 更迟早 要将那所谓的天 踩在脚下 此时的他 已俨然是大陆这方 拥有最大话语权的人 该是由他和五色对话 斩锋见他出面 不禁露出一抹赞许的笑容 顺势让到一边 你 你简直大言不惭 不知天高地厚 你难道不知道 那个人到了何种境界吗 你敢如此妄言 五色实在没料到 眼前一个大领主级的家伙 居然敢嚷嚷着 要将那个天踩在脚下 当真被气得无语 他难道不知道 那个人是 路斯卡世界的绝对存在 根本不可能战胜的吗 烟雀安之洪湖之至 五色面下 难道不知道有个词 叫心比天高 奥峰豪放了一挥手 朗朗笑道 像你这种 连想都不敢想的人 也只配窝在断魂海 只能当个断魂海域的霸主 这北境的霸主 轮不到你来做 我劝你 还是安安分分 回你的老家去吧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